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学习《入行论》 现在讲的是《安忍品》 今天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 为断缠而出贪 就是这个问题 但我想这个问题没有讲 之前给有这些道友们 也要有一个特殊的事情 给大家交代一下 那么这个事情 我们这里的佛教徒应该说是 就是可能知道 但不管怎么样 今天也算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给大家还是要说明一下 凡是这次我们学习 《入行论》的道友 或者说 参加菩提学会的会员 都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有一个 格鲁派这边有一个 人们称为一个护法 叫做修丹 那么这个 谁都是不能修 不能念诵 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以前上师如意宝 没有圆寂的时候 也在课堂上讲过缘起 那么不仅是这一世 很多声势当中 包括我们利玛派的佛藏大师 内瑞朗拔以上的 很多传承上师 有誓言上面的违背 这个所谓的修丹 在很多传承上师脚下违背了誓言 人们应该是 称为一个鬼神 一种魔鬼 那么现在有不少的上师 包括格鲁派里面的个别上师 一直信奉他 供奉 念诵 赞颂等等有这种情况 国内外的许多高僧大德 愈以致致的 所以当然我并没有听说 我们学习《入行论》的有些道友在念 这一点都是没有听说 但我听说在汉地的南方河 还有东北 北方的有些城市里面 有相当一部分人 供奉修丹的 那么我今天也特意要求大家 如果你们真的要跟着这些上师 要供奉或者要念诵 从哪一天起开始 我听到我今天的呼吁之后 希望菩提学会的这些人员 不能再念诵了 如果你非要念诵 当然所谓的宗教都是自由的 从此之后你必须要退出 我们学习大乘论典的聚会 一定要从中退出去 这是特别的要求 你们也知道 国内外的很多上师 是怎么样看待的 那么我们的传承上师们 怎么样看待的 虽然现在藏地的 个别的一些所谓的活佛 所谓的一些上师 他也是通过不同的途径 通过不同的方法来 开始搞这样的事情 当然在这个问题当中 自古以来也是存在着 比较复杂 错综性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里 也没有必要详细地告诉大家 我想大家应该 很多方面是明白 但我今天再三地要求 凡是学习《入行论》的这些人 就是不能念诵 不能供奉的 就是这个修灯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这个问题 没有再三强调的话 有时候我看我们的菩提学会 或者是学习大乘论典的道友 是盲目地随随便便 一直这位上师 念这个护法 念那个护法 但其他的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我个人来讲 也是大家都公认的一些智慧生和实义生 都没有什么不准念的 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的 但是这个从传承上师的历史 以及国内外的 真正的具象三知识们的教言 完全是相违背的 这样以后 如果实惠誓言 然后我们继续修持 那么什么誓言都是不会 什么成就都是不会现前的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 也是传承上师们的一种因识 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还是也应该尽心尽力地跟随 传承上师们的足迹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问题 应该需要值得重视 下面我们要进入 真实的讲课 今天所讲的内容就是说 我们断除嗔恨心 你必须要断除嗔恨心的来源 如果没有断除嗔恨心的根 那表面上断除嗔恨心的一些形象 或者所缘也是决定不了的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譬如五召火 燃击他他无事 离当树一击 诸火蔓延潮 他这是寂天菩萨通过一个 非常贴切形象的神动的比喻来说明 我们生嗔恨心的根源 首先要罢掉 首先必须认识他 认识他之后根除他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 有些房屋造火了 造火之后大家都应该清楚 如果这个火 还趋向于燃烧 其他的一些房屋 大烧 有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人们通过智慧来观察之后 就是立即将容易燃烧的 这些燃料马上去开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间屋子 造火了以后 他旁边还有几间屋子 那么如果这一间屋子实在是没办法 就是他的烈火 没办法制止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为了 救护其他的房屋 就是中间的这些草 木材 班子以及其他的一些 仪器等等 事物立即 不管是它的价值 多么昂贵 不管是它是怎么样 贵重的物品 但是人们为了抢救 其他的房屋或者其他的东西 就把中间的这些草物 蔓延烈火的一切食物 全部摒除 全部弄开 这也是很快的时间当中 都会这样做的 这是以前大概在99年的时候吧 我都看见在我们县城 当时有一种房子 造火了 当时好像整个县城里面的人们 都处于一种恐慌和 忐忑不安的心态当中 大家都有一种恐惧感 但是首先他们把旁边的这一栋 中间的这些所有的 比较珍贵的东西 房屋 财物全部拆掉 因为他们真的要 破灭房屋的火 实在是没办法了 已经知道这个趋势之后 中间把 为了不蔓延火焰 把中间的这些财物 全部扔掉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也是经常看得到 这也是世间当中 最好的一种方法 本来在平时的时候 你把这些好像不愿意舍弃 但是为了抢救大火 所以你就不得不抛开这些食物 那么这是我们世间当中 有这么一个比喻来说明什么呢 如是心所贪 能诸成火满 烈火少得物 因即烟起彼 那么同样的道理 首先我们心所贪著的 这些食物 实际上它是能助长 嗔恨火焰的一种 嗔恨烈火蔓延的一种食物了 所以我们考虑到 这样的烈火能烧尽我们多生累劫 所积累的这些 功德的财产或者房屋 所以人们用最快的速度 用最好的方法来讲把 首先自己所贪爱的食物 也可以 人力也可以 那么所贪爱的对境 首先抛开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世间上的这些人 谁都不愿意在自相续当中 有着很大的嗔恨心 这是我们前一段时间 也在分析过 不管是学佛的人 没有学佛的人 很多人愿意自己 变成一个比较柔和的人 不要变成脾气特别大的人 可是有时候 这种因缘现前的时候 实在是没办法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生嗔恨心的因 就像烈火 依靠什么样来燃烧 有了许多的干材 有很多的燃料瓶 那么一召火以后 突然爆发的 这是一种因缘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世间上的这些人们 首先说 耽著自己的我和我所 那嗔恨自然而然会起的 所以说 我们对自己的亲方好友 包括自己的身体 生命 以及自己的地位 名声 我和我所 是嗔恨的来源 这一点恐怕有些道友 以前都不一定了解过 虽然在《诗量论》等 有关一些论典里面说 所谓的嗔恨心 依靠不悦意的对境而产生的 所谓的贪心 依靠悦意的对境而产生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好像嗔恨心的形象和所缘 贪心和嗔心的形象和所缘 是塌体的 不相同的 但是他们的来源 应该说全部是 按照《诗量论》的观点 也是以无名我执和撒迦意见 依靠这样的 我和我所知 又产生了贪心 又产生了嗔恨心 嗔恨心的来源 应该说是这样的贪执 如果我们对亲人的贪执也没有 对我所的贪执也没有 对我的贪念执著没有 那么依靠什么而起嗔恨心 平时我们自己也在生活当中 可以观察出来 你看一看你自己一天当中 如果发多少嗔恨心 那么这些嗔恨心 是为了什么样的 是不是为了度化众生 而生嗔恨心 为了别人不度化众生 而生嗔恨心 有没有这样呢 几乎都是没有的 应该说 要么是我的亲人 找到如何如何的 然后对这些人上面 生嗔恨心 要么对我自己身体的 侮辱我或者损害我等等 这样的各种因缘当中 产生嗔恨心 所以《妙华莲华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诸苦说因贪欲为本 若灭贪欲 无所益处 无所益处 如果我们灭了这种贪欲 那么刚才所谓世间的这些痛苦 根本没有依靠出来 只要是我们对谁 都是有强烈的贪知 有强烈的嗔恨心 世间当中 也是有些在感情上 对别人特别地去执著 去执著的话 最后自己发疯了一样的嗔恨心 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贪恋对境而产生的 如果你对你的朋友也好 你的财产一点贪著都没有 你相续当中 会不会生嗔恨心呢 绝对是不可能产生的 所以贪知纵有芝麻学 金淫痛苦无边际 原来萨拉哈巴尊者 也是这样说的吧 在我们相续当中 贪知的话 纵然像芝麻学那样 特别微不足道 很小的 但是在你的相续当中 竟然引起了 引起的这种痛苦 无可遍及的 无量无边的 所以说 我们五个光尊者在 善修习当中也是讲了 痛苦 执著越大 执著的越来越强烈的话 那么你相续当中的 痛苦是越来越大 这种痛苦 如果有了执著呢 有没有嗔恨心呢 肯定有嗔恨心的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很多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好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 全部归根基地 应该首先是有一种贪知 如果把贪知的对境 情有也好 财物也好 凡是你最贪爱的对境 如果你没有抛开的话 那么嗔恨的火 一定会蔓延释放的 所以我们现在 寂静地方的有些修行人 他已经远远地离开了 自己的家庭 财富 什么都没有什么贪恋 没有什么牵挂 如果他无有 什么鼓励牵挂 那他相续当中会不会 产生很多的嗔恨心呢 不会有的 有时候我们真的 尤其是到了泰国 或者是到了真正的修行经地的时候 看到这些修行人 他在独自地 过一些自由自在 非常潇洒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可以心里想起来 他们是因为没有贪知 而在相续当中 不会有嗔恨心 世间上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 一些交流 人与人之间的 一些关系方面 都有我和我所 有了我和我所的贪知的话 那么嗔恨心的痛苦 自然而然会产生的 所以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 学习大乘佛法的人 对自己的亲朋好友 对自己的定位名声 这些尽量地 不要特别地去执著 如果你越来越执著 那么依靠这些 会你的相续当中 产生嗔恨心 有了产生嗔恨心的话 我们前一段时间也讲过 我们千百万劫当中所积累 慈劫 布施等等 所积累的这些善根 一刹那的嗔恨心 全部毁于一旦 全部毁得 最后成了当然无存了 所以说 我想我们有智慧的人 就是按照寂天菩萨的思路 他以智慧的观察方式来 应该衡量自己的相续 这些都是通过比喻 通过教理来对人与人之间 有个很好的交流 我看我们道理上 谁都不得不佛了 这并不是宗教的一种 佛教的一种教条 或者佛教的一种 仅仅是依靠一种信仰来说明的 我们嗔恨心 是不是依靠贪执而产生的 这一点凡是具有自证的人 凡是有心的人 大家都会知道的 你看你一天当中 发多少个脾气 生多少气 那么生气的时候 你自己再观察一下 看生气的原因是 为自己还是为他众 全部都是为了 我和我所而贪执 这一点大家也会容易了解的 所以说 我们作为修行者 要尽量地断除贪执 下面就是说 修成熟痛苦之安忍 因为有三大安忍当中 修成熟痛苦之安忍 若必带杀者 断除火解脱 若以修行苦离欲飞飞 那么有些人可能这么想的 断除所有的亲朋好友的来源 或者说别人对我 进行加害的时候 我要修安忍的话 恐怕是很困难的事情 为什么呢 别人对我进行加害的时候 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或者说我要远离我自己的亲朋好友 因为刚才说 贪执的对境 亲朋好友就是嗔恨的来源 那么我要割舍 或者抛开所有的亲友 所有的这些 与我贪执的对境 那这是现在对我来讲 是非常苦恼的事情 很痛苦的事情 恐怕有一定的困难吧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的 那么寂天论师回答说 这种痛苦真的与来世地狱的痛苦 或者说我们来世饿鬼的 这些痛苦相比较起来的话 我们人间的 你离开亲友 或者别人进行侮辱的时候 你对他修安忍的 这样的痛苦 并不是很大的了 应该说这种痛苦是很轻的 应该值得我们修这种痛苦 来断除堕入大地狱的痛苦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 它这里也是用一个比喻来说明的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 有些人在国家当中犯了死罪的 就是已经判了死刑 处于在陷入牢狱当中的 非常可怜的有些囚犯 这种人法官对他已经判了死刑 那么当他判死刑的时候 当然是这个人心里面的恐怖和绝望 就是难以言表 这是非常的痛苦 恐怕我们有些人也看见过 听见过一些人 处于死刑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就非常的伤心 悲哀 那么他如果 其他某种方便方法来不用出发死刑 而是通过他的断除手脚 或者割耳朵 以前在古人的一些心法当中 有很多很多残酷的手段 通过这种方式来 他的肢体来换成他重新的生活 那么这个人的心里是什么样呢 大家都应该可以 顾名师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就他肯定 欢天喜地 欢喜如狂 因为他认为原来在这个世间当中 很快就要离开的 可是后来只要看断他的一只手 已经有存活的机会了 那么这样以后 他愿不愿意认受呢 一定会愿意认受的 以前古代的时候 这种情况都是比较多的 我都比较很小的时候 有一个老人 他的一只耳朵都没有了 我们后来很多人问他什么原因呢 他说在当地这个法官 原来判他为死刑 后来这件事情 也通过其他的方法来已经灭了 灭了以后 他只是惩罚心 把这个耳朵割了以后 算是可以的 那么这种情况 在这个世间古代印度也是有的 我们藏地也是有 汉地也是有的 这样的话 这种比喻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本来平时 过快乐身后的时候 如果他的肢体砍断了以后 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谁都不愿意的 但是只要他有一个存活的机会 愿不愿意呢 当然是愿意的 因为我们的生命 在这个世间当中是最可贵的 所以为了继续活在世间当中 他是愿意接受这种惩罚 愿意接受这种惩罚 不仅是我们判死刑的 世间当中现在有些人生病 病了一些 带了一些绝症 然后通过做素素 通过开导 这样以后 如果还有一份希望 有些人也是愿意啊 不管怎么样 我一直受没有 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再难看 也不要紧的 只要我有一个活着的机会 一声求求你啊 你怎么样都可以的 只要我能活在人间 怎么样都愿意接受 世间当中很多病人 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只是世间当中的一种 依靠小的痛苦 换大的痛苦 《总观法门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世间古人的一方当中 一度共度 一度共度 同样的道理以小小的痛苦来 出大的痛苦 应该是值得接受的 《中观法门论》里面 龙颂菩萨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意思就是说 像判死刑的人 他的手断了以后 也得到解脱的话 他很快乐的 他很愿意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通过修行 通过人间小小的痛苦 要么在亲朋好友离开的时候 你还是有一定的痛苦 但是以这个痛苦 换上地狱的痛苦 愿不愿意呢 我想很多人的的确确是愿意的 因为人间再这么苦 与地狱的这种苦相比较起来 应该说是无法相比的了 因此是愿意的 以前历史上的很多高僧大德 也是这样的 米拉日巴尊者 在他的传记当中也有这样 很多弟子 在米拉日巴面前说 你这样的上师功德全部圆满 过失一点都没有 这样的上师 那么你从来都是 金刚车如来 还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 后来米拉日巴尊者 对弟子们回答的时候 他说 你们这样的说法 对我来讲 当然是一个信心 非常不错的 但是对佛法来讲 再没有更大的邪见了 没有更大的邪见了 因为我最初的时候 我受到亲人的欺负 而学了咒语 然后降下冰霸 杀害了很多人 最后造了弥天大罪 后来我就非常的害怕 感受地狱的无量痛苦 然后我在人间当中 修持正法 苦心 后来我以这个苦心患上 应该把地狱的痛苦不用感受了 那么如今我确确实实 也得到一定的境界 那么不仅是我 你们在座的所有这些人 也是如果像我这样 身心因果 然后对佛法发心而苦心的话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种境界 那个时候你们也可以称之为 金刚尺如来 或者诸佛菩萨的化现 所以我想着 高僧大德的历史当中 也的的确确是 通过修法的苦心来幻想 就是这种痛苦 能避免地狱的重大的痛苦 当然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 有些痛苦 感受还是有一定的 尤其是你要远离亲朋好友 远离自己的故乡双亲 还是有一定的痛苦 以前有一个叫做 女主见月律师的一种 叫做《一梦漫言》吧 有这么一本书 他这个书里面就是说 当时女主刚开始的时候 出家很多年了 出家很多年以后 他都没有回去 有一次到了他父母双亲附近的时候 他非常的失恋 他心里面想是 哎 我没有报恩啊 伯父死的时候 埋葬方面 我没有做什么事情 他一晚上一直流眼泪 就像雨水降下一样 一直流眼泪 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他向西山上去 然后摆祖杯的坟墨 当时心里面非常的酸痛 刺伤 极其的痛苦 当时他在摆坟墨起来的时候 塑膠都软软的 很难以举起 有这种感觉 他也讲了自己心里的 对亲人和家乡的痛苦 他说 若以塑膠青春 必等堕入业王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对亲朋好友的感情 不能割掉 那么你一定会堕入业王当中 堕入造业的王里面 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位法师 也是在汉传佛教当中 非常出名的大法师 但是他们也是对自己的亲人 前一段时间我们讲 黄泊禅师的公案的时候 也是大家应该清楚吧 对自己的父母有一定的执著 但是这种执著的痛苦 跟低悦的痛苦相比较起来 那么我们应该说 这种痛苦是值得很轻微的了 应该能忍受的 因此在座的有些道友 有些人对家里的执著 特别强烈 但是我们要修行成功 要断除自相续当中的嗔恨心 也尽量地断除亲朋好友的牵挂 这也是很重要的 昨天有一个道友的母亲 给我打电话说 我特别特别地想 我的女儿已经四年没有回家 求求你 你可不可以让她回去啊 我说 现在我们正在传法 让她回去 我也没有权利 这个学院的课程 内容也比较多 但后来她说 我只有求你啊 我在医院里面 我在病床上求你啊 你可不可以让我的女儿 给我看医院啊 后来我这个话 也给她的女儿说了 说了以后 她也好像不太愿意去吧 回去以后也害怕 到时候她也通过 各种方式来靠住了 不让本来我的出家 各方面不是特别的赞叹 所以也不太愿意回去 其实我们学佛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家庭啊 自己的亲人啊 还有一些财富啊等等 就是有一些贪执的违缘 有了贪执的违缘的话 那么这种痛苦呢 按照堪布根火尔的解释方法 就是这种痛苦 一个是修法方面的痛苦 我们现在白天啊 晚上啊 有时候没有点啊 或者说在这里吃船 提水等很多方面 有一定的痛苦 但这个痛苦是不是很严重呢 不是很严重的 然后我们离开 亲朋好友的痛苦 是不是非常举烈呢 也不是很举烈的 这种痛苦如果能还生 我们来世 根本不需要感受地狱 饿鬼旁生的痛苦 那么我们应该知道 因此历代的这些高僧大德 和一些修行人 真的是他们要知道 来世的这种快乐 所以应该值得安忍 所以我们在座的大家 在修行当中 一定要有一种勇气 要有一种依赖 不要天天说 你的亲朋好友说是 然后你不要学法 对对对 跟着水波逐流 这没有任何必要 自己应该要掌握自己 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见解 还是要稳固 这个任何人 不能有动摇的 这个也动摇 随着外境而摇摆 那么修行是不会成功的 因此我们有时候也好好地看一下 一些高僧大德们 他们是怎么做的 现在我们的苦行和 现在我们对亲朋好友的执着 是什么样的 当然外面的一些居士 有些在家人 完全是你把你的家里 也一点都不照顾 前一段时间很多人 对我评价还不错的 说对家庭的团结方面 很多人比较应该可以 然后我们今天一讲 认为家属嗔恨的来源 然后第二天都不利 恐怕也不行 所以我想 我们有些在家的人 现在完全要 今天听入行论的一堂课 明天把所有家里的儿女 父母全部都抛开了 这样是不现实的 有时候所谓的学佛也不能 一时冲动 应该反反复复地观察 你对他的耽著 应该悄悄地减少 这个是可以的 表面上看来 你对家人特别地执着 口头上也说 你们如果没有的话 一瞬间也是 我不会呆在世间当中 但心里面想 哦 他就是嗔恨的来源 他就是烦恼的根源 应该可以这么想 下一个颂词 我是不是给你们 叫做坏人 欲尽邪为苦 若我不能忍 何不出城灰 地狱中苦淫 那么有些人 噢 不行啊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的 这些痛苦 比如说远离亲朋好友 或者是别人对我 进行侮辱的时候 这种安忍的痛苦 那么安忍的时候 的确是也有点痛苦 你看别人跟你说得 特别厉害的时候 我要想跟他道歉 或者是 有时候平白无辜地打我 说我的时候 我还要向他道歉 有时候实在有点难受 这也是一种苦心 这种苦心和 还有远离亲朋好友的这些苦心 我们有些人认为 这是实在是难忍吧 这样认为的话 那么就是说 我们如今人间的这些 微不足道的 微小的苦 如果你倒是不能如实地忍 安忍 如果你这个不能安忍 那么世间上 现在我们人间的这种痛苦 远远都无法相比的 这种地狱和恶贵的痛苦 你是怎么会忍呢 你如果不能安忍 你为什么现在要 起嗔恨心的意思 他这里面也有一些 翻语的意思 从凡方面来进行 反驳我们的邪制邪念 我们自己到上面 我现在修安忍很困难的 我实在忍不了 没办法 有些人说 我跟道友的关系 永远要修安忍的话 那很困难的 我这个是受不了的 那你如果受不了 你地狱的这种痛苦 能受得了吗 这个的确是很困难的 我们在龙龙菩萨 《亲友书》当中也讲了 比如说一个人的身上 有一百根 三百根毛 吃上你身体的这种痛苦 这种痛苦的百分千分万分 也不能比地狱当中最轻的 复活地狱的痛苦 那么我们世间的任何一个痛苦 我们世间当中 可能最痛苦的 关在监狱当中 或者我们病得最严重的 这种痛苦 算是世间当中最大的痛苦 可是地狱的这种痛苦 那远远都已经超过了它了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 这么样的痛苦都不能忍受的话 那么将来你真正堕入 地狱当中的这种痛苦 的的确确是非常的难忍 因此你一方面 现在要观修地狱 饿鬼 旁生的痛苦 另一方面 尽量不要造 堕入地狱的痛苦 有时候我们在修炼的过程当中 我听说以前日常法师 在美国的时候 零下十几度的时候 他就特意地在外面 用冷水来洗澡 观想地狱的痛苦 当时我心里面想 零下十几度 都是不算特别的冷 我们这里冬天如果真的一边 要观想地狱的痛苦 都是非常好 我们故乡以前有一个老喇嘛 有一个老出家人 他经常到了冬天的时候 到外面的冰上面 在寒冬老月的时候 在冰雪上他一直打坐 观想寒地狱的痛苦 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 他上身全部衣服脱下来 让很多蚊子咬他的身体 然后修自他交换的 以前我们故乡的一些寺院当中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修行人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不是光口头上说的 真正从内心当中 我将来堕入到地狱的时候 地狱的这些痛苦 我想我们在座的道友 不管是学到信心修行 潜行 很多书里面都是已经完全理解的 那么这些书里面 所描述的这些痛苦 真正要安忍 忍受的话 我能不能忍得了 你看别人说一点坏话的时候 我就忍不了了 然后我离开父母 离开家庭几天 我忍不了 这种痛苦的话 将来在地狱当中的千百万劫当中 而剧烈的苦楚 我能不能忍受 自己应该对自己 再次观察 当然业的这种业报 的的确确也是不可思议 我们依靠嗔恨心而产生的果报 也的确是非常的可怕 堕入恶趣当中的这种可怕 非常的可怕 以前有一个 应该是在《贤愚经》吧 《贤愚经》当中一个叫做 加皮力的公案 大家也应该非常熟悉的 有一次释迦牟尼佛 带着种比丘到河边的时候 当时河里面 有五百个渔夫正在打鱼 河的岸边 有五百个放牧的人 后来他们五百个渔夫 在江河里面 已经抓到了特别大的鱼 五百个人齐心协力拿来 但是后来他们的力气不足 然后他们叫五百个 放牧的人一起 他们一千个人最后把大的鱼 捞到岸边 捞到岸边的时候 他们发现在大鱼的身上 长出一百个动物的头 马 牛 狗 猪等等 什么宝纸 老虎等等 有一百个动物的头像 长在他的身上 当时这一千个人 以及其他的人 大家都围观 拥挤 觉得非常稀有 大家都在拥挤 那个时候佛陀 当然我们知道 佛陀的一些公案当中 佛陀本来了知一切现象 但是他有时候 也在现象上不了知 请阿难尊者到那里去看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难尊者到那里去看的时候 发现这个事情 后来返回来问佛陀 佛陀带着这种眷属到那里 到那里的时候 佛陀告诉那个大鱼 说 你是不是加比利 他长着嘴巴 表示是 然后他说 你现在在什么处境 他说 我现在堕入阿比地狱当中 当时所有的这些眷属 大家都非常的恐怖 也对这个问题 非常难以理解 后来佛陀也给他们 详细地告诉了 这个人在加以佛的时候 一个人 因为他的母亲的威脱 或者母亲的唆事 对别人用一百个动物的头像 来生起嗔恨心 然后他又骂骂 你是想马头 你是想牛头 你是如何如何 以这种方式来恶口骂人 而后来变成了 这样可怕的动物 那么这个大鱼 不仅是在释迦牟尼佛 他的加法的时候 不能得解脱的 而且是一千个佛 我们现今前佛的 时间是多长 去过居士论的人 大家都知道 在一千佛的教法下 他也不能得到解脱 后来所有的众眷属 看到了这种景象 然后听到了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以后 大家都以口同声地说 身口义的行为 不得不生意 身口义的行为 不得不小心谨慎 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们有些人 真的对来世不了解 对今世也不了知的 这些盲目的人 活在这个世间上 极其可怜 因此我们应该经常想 对来世地狱的痛苦 也是即生当中 短短的时日当中的 一个嗔恨心 造着恶意而起现的 原来99年的时候 我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时候 当时他们说是在河边 也找到了一个 非常大的怪的鱼 头上长有四种动物的头像 当时他们有 很多的科技部门 他们一直不断地去研究 探索 分析 但实际上 我当时在这么想 如果释迦牟尼佛 或者量了知 前世后世因果的一个人 知道前因后果是怎么样的 肯定量了知的 而这些科学家 或者一些生物学家 这些人拿着一个照相机 然后到那里去 就是枯实迷想 也没有什么用的 根本不知道到底他身上是 谁的动物的头像 他可能翻来覆去 听说这个鱼特别大 然后一直在研究 这种现象 依靠科学的意气 现在国外的有些观音上师 他们也经常这样讲 科学家的的确确是有 他有他的犹豫心 因为他们对现在我们的生活 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 和精神生活方面 也带来一定的便意 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可是真正要你 观察他的时候 没有释迦牟尼佛科学的 百分之一的优越性 为什么呢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新的奥秘和前世后世的 业的循环 以及他深深的内涵 这样一来 我们只是依靠各种不同的意气 来研究他的现象 那么他的根源 根本是找不到的 因此佛陀已经给我们 以金刚语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就尽量 不要生起嗔恨心 如果生起嗔恨心 确实是我们来世 在地狱旁生当中产生极大的痛苦 所以每一个人都愿意 保护自己的 所有的这些道友 都愿意保护自己 但保护的时间 你永远保护自己呢 还是这一天 或者我们的有生之念当中保护 但这个也要牵涉到 我们承不承认前世后世的问题 如果我们每一个修行人的相续当中 有前世后世的 这种坚定的见解 那么每一个人 舍不想永远地保护自己 如果想永远保护自己 那么我们遇到离境的时候 尽量不要生起嗔恨心 修安忍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下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就是位于成千凡 堕月树烧烤 燃月子塔利 尽有未成般 意思就是说 我们无始以来 到现在在轮回当中 就为了得到妙语的目标 而生起嗔恨心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 得名声 得财富等等 为了自己得到的 也是有一种贪欲的成分 然后得到妙语 而生起嗔恨心 生起嗔恨心以后 凡凡复复复成千上万次 堕入到地狱 饿鬼 旁生当中 当我们堕入到热地狱的时候 当然在铁地上燃烧 或者用铁板来进行嗔歌 以及受了无数的煎熬痛苦 如果堕入到汉地狱的时候 那么在汉风云林当中 也是受苦的 还有一些饿鬼和旁生戒当中 也受到饥饿 饮食等各种痛苦 但是在这么漫长的时间当中 我们受了 保障了无数无边的痛苦 可是这些痛苦如果用得上 有一点意义 那么我们也心甘情愿 应该为上不可的 可是这些痛苦 无始以来到现在 所感受的这些痛苦 对我的今生来世 对众生今生来世 有没有意义呢 的确是没有的 就是佛陀有关教言当中 也是讲了 然后我们众生在轮回当中 遇到不悦意的堆积 而哭泣的眼泪 如果现在集成 比四大海洋还多 然后我们当变成了一些小的 蚂蚁或者小的一些虫类的肢体 如果堆积在一个地方 也远远超过虚弥山 所以在无边的轮回生涯当中 虽然我们已经 感受过千辛万苦 但是有没有一种 十号细的意义呢 一点也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应该 要做一种有意义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到 从无始以来的现在 在轮回当中 漂泊的过程 有天眼的人 或者有寿命通的人 如果真正能了解 那么就非常的可怕 当我们世间当中 受过转轮网 所有的暗路 也是已经都品尝过 当我们堕入地狱 然后引用燃烧的铁水等等 所有的痛苦 也都已经经历过了 所以我们就像《指弟子书》等 有关论典里面 所讲的那样 如果我们真的一个人 知道自己的前世 那么住在这个世间当中 也是非常的害怕 不敢轻易地 安闲地坐着的 每天都是一定会 精简努力地修持的 可是很多人 因为很可惜的 从小都是没有这样的教育 没有这样的教育 现在也是半信半音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有心无戒 增长无名 有戒无心 增长邪见 这是在《涅槃经》当中 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仅仅是有了信心 但是没有见解智慧 它只不过是增长无名而已 现在世间 很多的迷信 迷信又是有这种信心 可是真正前世后世 业因果的 微妙的道理 对它来讲是一无所知 非常茫然 那么这种人的相续当中 真的是增长无名而已 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佛教 光有信心不行的 还是需要见解的 有戒无心 光有见解 而没有信心的话 也非常可怕的 它是增长邪见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对佛陀的功德 对上师的功德 这些都必须要具足一种信心和感情 如果你没有这一点 光是依靠自己的智慧 那就是增长邪见而已 现在世间当中的 很多的依靠研究 依靠一些专严的学者 堕入这一方面 所以强谋仁波切也是说了 如果说了 善法的功德 罪业的过失 地狱的痛苦和寿命等等 说了以后就觉得 这是只不过说法而已 不是真实的 如果你这样认为 那么这种罪业 已经超过了造五无间罪了 就超过造五无间罪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些人 对因果 对生生轮回 如果是半信半疑 说明这个人的相续当中 还没有正见 没有正见的话 那么就是 比如说藏传佛教当中的 所谓的大圆满 大受盈等等 这些高法可不可以 与他进行传授呢 绝对是不行的 就像《白玉经》当中讲了 一层二层的 基础没有的话 那么高空当中 修三层的高楼 有没有可能呢 绝对不可能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 就是要因果正见 有了因果正见的基础上 出离心和菩提心 然后密法的见解 一步一步地生起来 所以我们在座的道友 当然现在很多人 真的见解上是有了好转 这一点我自己 也是很庆幸的 感觉很舒服的 为什么呢 平时我们没有受过 佛教的熏陶 说话 做事情 很多方面是 非常不如法的 但是通过学习了 这些论典之后 很多人的言行举止 有着改善 这种进步 我想是应该 让自他有利的事情了 所以说 非常希望大家 首先对大法也没有必要 特别地去高盘 没有必要的 然后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我们相续当中 打好基础 打基础的时候就要想 有关这些 非常殊胜论典里面所讲的那样 前世后世 一定要相信 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相信 那么我们学佛的因缘都已经断了 如果你实在不相信 你应该找一些有智慧的人进行辩论 有邪见不要紧的 以前的玛弥菩萨 还有很多这些 印度的大藩智大 刚开始的时候有邪见的 像弘义大师和银光大师 刚开始的时候 也并不是有正见的 从他们的一些传记当中看来 还是很多问题 在显现上是不太了解的 这种状况都是有的 所以说我想在座的有些人 首先最关键的问题 前世后世与业因果 有没有怀疑 有怀疑的话 那么你找一些上师 找一些辅导员 在身面前都是 今天也辩论 明天也辩论 你辩论一年以后 最后知道 业因果确确实实实存在 因为我对别人说话的过程当中 根本我说不出理由来 那个时候我不得不承认 既然从理论上我已经承认 让我在实际行动当中 我一定会有提高的希望 如果我的见解不正 那么行为也会随着 最后一落千丈 无可救药 非常可怕 所以每一个人 谁不想光明 谁不想幸福啊 如果你要想 真的光明和幸福 你要寻找一切物质的本质 真正精神的本质和物质的本质 要寻找这种真理 要寻找真理的时候 没有善知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说 我想非常希望 希求解脱的人 希求快乐的人 要寻找真理 有了真理以后 那么有希望 你有尼苦戴罗的未来 好 今天讲到这里 sink 请家伙快乐得正好 也不想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